呂博旭放在水面 總是會浮起來 但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它沉入水底喔 路人們想得到嗎 這可以弄成捲點的嗎 試試看啊 你用水就捲了 對啦 浮起來 這可能沒有壓... 壓杯 我覺得原來會浮起來這樣子 可是... 對啊 可以看正確解答 你的方向是對的 但是差了一點點 它有壓差耶 它是樓上很小顆啊 丟進去 它讓它裡面沒有空氣 我好成功耶 真的嗎 我好成功耶 但應該還會一點點 就是讓它的體積變小 密度變大 然後密度比誰大就會沉下去 喔 大部分的人也都是會這樣 對 對 看到大家真的很用力 有人還拿那個板子這樣壓啊 什麼的 對 那我也這樣子 放進去看看喔 好 試試看 來 1 2 3 咕啾 因為 真的可以 為什麼 它一片的時候不行 弄成一球的時候 壓很緊的卻可以 嘿嘿 你記不記得剛才啊 最後一位女孩子她說什麼 密度變得 比水大 它就會掉下去 沒錯 不... 有錯 我想喔 鋁箔紙就鋁箔紙啊 它還有什麼密度比水大這件事嗎 它們不是應該是一樣的密度嗎 不然 問詹家好了啦 可學妹 我們需要你 大家好 我是黑色戰士 黑色戰士 到底為什麼鋁箔紙 它可以上浮跟下沉 它的道理是什麼 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來演示一下 拿兩張相同的鋁箔 那我們知道它質量是相同的 對 那麼一張呢 我們捏得比較鬆 好 那麼一張捏得比較緊 這時候呢 我們就出現了兩個 一個是 比較鬆的鋁箔 對 一個是比較緊面鋁箔 我們就把它放在水裡面 仔細看喔 好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它不確定是不是浮 我們稍微有水把它壓下去 它真的是浮起來喔 不對啊 這樣跟我本來的認知 就有點不相同耶 因為你看喔 無論是鬆的還是緊的 它的物質都是 鋁箔紙嘛 那照理來講 它的密度就會是一樣的 它應該就是一起浮或一起沉 為什麼 鬆的反而是浮起來 緊的是沉下去 同意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我是把它捏了 對 捏捏之後呢 它的空氣呢 手就被捏進去裡面了 體積比較大的 可以帶入比較多的空氣 那麼 體積比較小的呢 它就帶比較少空氣 被掉去沉下去了 一個是被空氣給這樣子撐起來的 撐著 是… 然後另外一個就都沒有空氣了 是的 那這樣看起來 密度除了跟它本身物質有關係之外 是不是跟它的體積也會有關係 體積如果 越小的時候呢 那麼它的 密度相對的就越大 因為密度比水大 所以它就沉下去了 是 體積越小密度越大 對 對 喜歡這則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 分享喔